长 长 长 全球大通胀来袭 亚洲各城市也无一幸免 物价飞涨 生活费飙升 又以食材价格涨幅 就较小市民难以承受 每天的一顿午餐 你还吃不吃个虾哦 看看在亚洲不同城市里 一顿两人份的家常午餐 过去这八年来 究竟涨了多少 这里是日本东京 今天我们要到超市去看看 煮一顿午餐到底要花多少钱 物价有没有涨 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好朋友 他叫野上优家子 他是一位主妇野食料理家 我是肖俊鱼 那今天我和我的阿姨 琳琳来到首邦市 SX15的菜市场 那琳琳她上场做菜 给家人吃 也非常熟悉 各类食材的价格 那我们就到菜市场 去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早报记者林芝 今天跟着我身旁的是 退休人士秀珍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我就跟着秀珍来到了 位于新加坡西部 五级班让的一家社区超市 跟随秀珍去购买 她做午餐所需的食材 大家好 我是联合导报住 索尔德江峰 今天我来到索尔德一家超市 今天我请来到有一位韩国民众 她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是承认老师 叫千女士 那千女士您好 千亭 那我今天跟她一起 固满食材 了解一下韩国 要上场的情况 一公斤二十五块了 这种排二十五块 排水是这个 这个是二十六块 直下了 这个可能是二十六块 本来这个是 我们超会排水三块 一本费了 这个是二十六块 这个是二十六块 这个没人是四国法 然后我去排水 公司有一个车 四川区 在這幾乎是5乎的 按鈕 是 是 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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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一片 我可以吃一片 有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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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鸡蛋 以前是3块4块 3块4块 所以现在是12个 一半是3块4块 2块8毛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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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块8毛販 3块8毛販 好 好 特别的鸡蛋 各种价格は本当に変化 价格の優良数 大量的价格 少し上がったと思います こういう風に あとの報酬とかが 石油高で上がっちゃったので 这些鸡蛋和鸡蛋的鸡蛋 会依存在海外 这些鸡蛋的鸡蛋 也会比较大 各地受访者告诉我们 鸡蛋价格跨城市 普遍都在涨价 相较之下 首饵的鸡蛋涨幅最高 鸡蛋是1.08元的 可能这几天有跌下了 这些是5块钱 这些番茄是马来西亚的 四个月前它卖到3.3元 一个公斤 有时候又吃得到2.3元 现在又2.5元 这个价钱是有上有下 蝙蝦的就是 番茄的价格走势受季节影响 有机有落 现在下逢夏季收成好 番茄价格普遍上不升反降 不过这也凸显了 农产品直接受气候影响的本质